本院委员管碧林等12人临时提案 根据中华发展基金运用之相关规定 目前中华发展基金补助中国学者来台奖学 每月近7万元 研究生每月3万3千元 对台湾学者与研究生赴中国奖学与研究 每月亦有6万元及2万8千元之生活补助 经查这些制度是过去两岸往来封闭 为鼓励学者学生了解两国政府与社会发展 所特别设计之补助措施 如今两岸学术交流往来密切 政府也已开放终生来台就学 时空环境已经大为改变 为免国家资源之措置 以及各界对补助制度不公之一律 鉴请行政院陆委会等相关主管单位 废除该会对两岸学者与学生来台等 高额之不当之补助 是否有当请公决案 本院委员 管毕临